事件的开始,周立波的事情,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有所耳闻,从美国胜诉回来后,周立波本来是春风得意的,可是随后发生的事,让原本已经结束的事情再次变得棘手起来。 在莫国和唐爽的纠缠下,周立波也做出了多次澄清,也对二人进行了反击,但是根据周立波所说的,背后其实一直有一个大能量的人物在整腾,而唐爽等人只是那人的附庸而已,事件的发展从周立波最开始只是称他们猛,到后来的唐爽等人屡次反击之后,周立波随即放出了某某的照片,也是准备放手一搏了。 但是由于事情的白热化升级,周立波今日已经在社交网站发出了长文总结,并且称已经实名举报其贪污,更是公布出了某某的姓名。 而在昨天,这位某某刚刚接受了记者的采访,虽然并没有露面,但是在当场记者却是澄清了一件事,那就是某某的枪支全都是合法的。 显然周立波此前说的他的枪,只有两把是合法的不实,当然还是不排除这位某某的周立波说出此话后再去给枪支般的手续。 对于后续的猜测,昨日某某才刚开始出面澄清此事,并且推翻了周立波对他的指正,而今日周立波却发文总结,意再结束此事。 难道这件事情到这里就已经宣布告终了吗?有这种可能,这位某某在此之前一直未发声,而周立波如今发文总结,某某可能也就就此萧条。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周立波单方面结束这件事,而这位台刚刚出面的某某可能会将此事一直进展下去,直到有关部门进入进来并做出判决。 如今周立波已经宣布,实名向有关部门举报,关于某某的贪污问题,相信很快就能收到回复。